有时候自己的意念或念头是负面不好的 比如是在心理暗中埋怨及批评他人的不好 虽然表面上并没有脱口而出 但这其实已经产生了不好的意义 所有平时真的要好好地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 今天看到了一个故事 苏东坡和佛印和尚的小故事 这两人时常都是互相切磋之时 一天苏东坡写了一首诗 自己觉得很好 里头的意思是指自己已达到了很好境界 对于自己的情绪和心性都不会被外界给影响 想给佛印看看 心里想着应该会被称赞 结果打开信来发现了止血放屁的评语 一时火气上来特地越过江去找佛印 结果到了门口写了两行诗 一直不是已经到了高境界了 怎么为了一个屁而特地跑来这里来理论 虽然有些道理我们理解 但是并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活用活练 实修实练才是真本事 祝福大家幸福美满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